看小视频和大语文 鱼 古蚊子的鱼描画了尖尖的鱼嘴 分开的鱼尾 身上一块块紧贴着的鱼鳞 和两边保持平红的旗 现在的楷书依然能看出上面的斜刀头 代表尖尖的鱼头 中间的田是有鳞片的鱼身 下面的一横就是宽宽的鱼尾 鱼的生活离不开水 古人在没有掌握养鱼的方法之前 想要吃到鲜活的鱼 就只能到河中去捕捞或垂钓 所以鱼在古代要比猪肉等更加珍贵 你看大鱼大肉 鱼肉百姓中的鱼都排在肉的前面 鱼加羊组成鲜 羊是好的意思 活鱼少见不宜养活 少有 就是鲜 而好的鱼就很新鲜 味道也会很鲜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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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